诶 大家看吧 这就是我今天 拿手菜半糖月色的主角莲藕 我莲藕怎么挑选才好呢 诶 记住三个配角 首先是皮薄 看它是否一光就没掉 这才算皮薄 第二是粗壮 诶 这个够壮了吧 还有第三条 就是清香 闻一下 嗯 还不错 这是一根好莲藕 天天饮食巧厨娘 美的生活新主张 各位好 欢迎您继续收看 天天饮食特别节目 巧厨娘的全国总决赛 只要是进入全国总决赛的选手们 都将获得艾什达提供的奖品一份 那么今天呢 轮到我们18号选手 来自广州赛区的邓璐渔 闪亮登场了 先认识一下他今天的考核评审 著名节目主持人纳温先生 国家级评委高级技师李寻老师 国家级评委高级技师李铁钢先生 现在呢 要有请出我们来自广州赛区的选手 我叫鲁鱼 鲁鱼啊 我叫墨斗 依次介绍一下原料 妙爽炒肉滑 原料 肉滑 藕 莴笋 椒白 马蹄 彩椒 调料 盐 糖 鸡精 姜蒜末 这个肉滑是你从广州带过来的还是自己在北京的时候自己做的 其实啊 这十分简单 只要在菜市场买原料 肉跟那种墨鱼 然后呢 就加上冬菇 剁剁剁剁碎 然后这个是墨鱼里面加了香菜 也是同样的剁碎了以后呢 我们就根据自己喜欢的形状 然后做出一个特别的形状 然后把它蒸一下 熟了就成型了 那我们第一步要怎么办呢 第一步我们先来生炒莲藕 一点点油 油很热 怎么说 因为我这个是属于清炒的 所以其实不用太大的火气 然后放一些盐 放盐 对 然后再放一些鸡精 鸡精 这么早放鸡精好吗 是清炒的 清炒呢 它可以不但保持它的鲜味 而且还能够锁住它爽脆的口感 好就可以了 平常呢 我们觉得说 那个菜太单调了 我们这个藕片呢 其实是可以有一个特别的设计 好 现在呢 我们先开火 然后呢 我们就先加上油 其实我们要用一个温柔来拉一下油 温柔来拉一下油什么意思 就是拉油 还灭一些 就是说把那个食物的一个光泽度给锁在里面 一下就好 一蘸到油就好了 把这个肉滑过来变油以后 对 趁这个油温还热 现在要把这个焦白放到锅里去 拉油可以把它的色泽给完全的带出来 嗯 我们要把它炸一下 稍微呢 让它有一点点的变色 变得金黄 没错 然后我们就可以了 边缘变成了金黄色 没错 很漂亮 这时候呢 我们把焦白先拿上来 这一步呢 要把这些所有的东西先过一次水 把那些杂味给去掉 还要再过水 没错 那这个油呢要去掉 嗯 不用 那个油作为一个底味 加一下水 嗯 这个时候呢 我们放一些盐 嗯 盐 还有放一些鸡精 来啊 这个水 好 已经完全的沸腾起来了 好 这个时候呢 我们把这些东西 好 慢慢的放进去 嗯 推开 好 好 好 这样可以了 嗯 我们可以把它捞起来 然后把它放在一个碟子里面 好 这样已经炖好了 那我们先放这儿 现在放一些油 好 不用太多 我们要把这个蒜跟葱 还有一个姜片给放下去 我们现在把这个东西放进去 把这个锅给爆香了 我们现在把这一些红椒 黄椒以及青椒 嗯 放到这儿 每样放几片这样子 用来调那个颜色 好 这个时候呢 我们要把这些东西 好 好 放到下面去 嗯 稍微的再翻一下 嗯 因为呢 这是最后的一个步骤 我们要把那个颜色 以及那个香度全都带出来 嗯 不用炒太久 不然那个肉滑会老的 这个时候呢 我们要把所有的这些精华 给放到这一个花蕾当中 嗯 哎呀 好沉呢 这就是我们18号选手 邓鲁鱼的作品 妙爽炒肉滑 现在再给你10秒钟的时间 再来介绍一下自己这条菜 到底还有什么其他的特色 好 我知道菜的特色呢 就是健康 绿色 以及营养方便 当然呢 我觉得在做菜的时候 一定要把心给放进去 只要加一些心思 加一些创意 就可以把一个普通的家常菜 设计成为一个可以出的听堂的大菜 好 老师那可是经常做粤菜的高手 先写份 好 1 2 3 请量分 23分 24分 23分 来听一听专家是如何评点这条菜的 从这个肉滑跟这个鱼滑 它那打的程度 这个不够 不够 对 没有吃出滑爽的感觉 听听一下我们李勋老师的看法 我接着说 它这个选料非常好 非常 从营养方法非常的全 因为那个小姑娘 那个不是专业做这个厨师的 是 为了这个参加这个比赛 特别勇敢的去参加 我觉得这一点 我就伸大把手指头 所以我从这个营养配餐的角度上 我给了它一高分 对 24分 那听一下我们那位老师的专业看法 这是个电视的一个橱鸟的比赛 在语言的表达性 普通话 连贯性和逻辑性来讲的话 出现了很多的断点 所以就是在表述的顺畅性来讲的话 没有取得一个好分 所以综合在一起 给了这样一个分数 希望你继续努力 谢谢 谢谢那位老师 来看一下我们邓鲁鱼的最后得分 是70分 谢谢邓鲁鱼 谢谢 好 做这道菜 应该把心思画在哪里 怎样才能是巧心思 怎样才是巧厨娘呢 我们希望后面的选手 能够发挥的越来越好 我们明天再见